那我们在灵命中的时候 什么念头起来 念佛的念头起来了 对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感恩的念头生起来了 他能不往生吗 佛能不接应吗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念力不够 会生无力 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一定要晓得 我们生活里面 把佛的念头忘掉了 这在佛法叫慎念 被念慎掉了 你会齐心动念的 想这些想那些 你想些什么 如果想自私自利 想明文理阳 想无欲六成 你要晓得 这叫轮回 想就在造轮回 意在造吗 你说呢 说是口在造啊 你有这些行为的话 你是身在造啊 你身口一三夜都在造啊 如果想的不是想自己 现在这个灾难很多 想怎么样来帮助这个世界 救度苦难众生呢 这善业 这善业里面 还是有自己在里头 我来造啊 那你也出不了 就到了轮回 你这种心 升天啊 这人天道的因 善福少的 人天 人道 善福大的 升天道 都看你平常 齐心动念 在想什么 齐心动念 想的正法救助 想的是 是苦难众生 这里头 没有我 像金刚经人说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 无数者像 无我见 无人见 无众生见 无数者见 这是佛道 不要问人 自己比什么人 都清楚 晚上睡觉 你会做梦 梦想什么 梦中的境界 就是善悟业中 发现的时候 在梦中发现 醒来之后 你要有警觉性 为什么呢 人临终的时候 就像做梦一样 现在梦中的 这个境界 就是你 临终那个时候的 那个境界 相放福 你晓得这怎么办 想到这一点 警觉性 才能提起来 你不能不怕了 还想不想 继续搞六道轮回呢 轮回 争苦 特别是 身在现代的社会 太平盛世 不容易感觉到 乱世是 非常明显的 还干这个事情吗 不能再干了 那得想出轮回 出轮回 除念佛之外 别的方法都难 感听 借铁一句话 凭我们自己能力 做不到 念佛是凭 阿弥陀佛的愿力 所以要记住就是 踏离法门 那 我们现在要常常想到 我有没有一起问你 我还有没有写进 写进 就用 佛经上讲的 这个五大类 时时刻刻 简典 第一个是 神经 边境 间取间 借取间 邪经 所有一切 不正确的 见解 我有没有 有怎么办 古大德教导我们 我怕念旗 只怕就吃 这就是旗 是应该的 为什么 你是凡夫 你要不起这个念头 你是圣人 你不是凡人 六道凡夫 哪有不起念头到底 正常的 祖师大德教我们怎样 把他换掉 用阿弥陀佛 把他去而代之 搔用阿弥陀佛